当美絮藤叠加纵直后变为超级美絮藤 僵尸家族全体僵尸谁能够战胜他呢 废话不多说咱们直接挑战开始 咱们可以看到美絮藤叠加纵直后变为超级美絮藤 他的攻击距离竟然变长了 我唯一的缺点就是攻击速度有点太慢了 值得高兴的是他的伤害那是非常的高 天筒僵尸直接放到铁门僵尸应该也是没有机会 现在小伙伴们本局挑战你是支持超级美絮藤 还是支持僵尸家族呢 如果支持超级美絮藤可以双击屏幕点点红C 如果支持僵尸家族构头表情走起来 独暴二爷直接放到没有暴走的机会 五王僵尸应该也是没有机会 变下来出场的就是游泳圈三兄弟 这三个兄弟应该也是没有机会 一拳直接放倒 超级美絮藤虽然攻击速度不快 但是攻击伤害那是非常的高呀 地球僵尸的话应该也是没有机会直接放倒 小鬼相馋 两个小僵尸更没有机会 然后传送没僵尸的话 哎顶住了一轮攻击 应该是传送的时候躲避了不少伤害 射线僵尸没有机会直接倒地 小胖堆僵尸直接倒地没有机会 乌龟起手的话应该也是没有机会 直接倒地了 红色橄榄球大爷的话能有机会吗 哎没有机会直接倒地 蓝色橄榄球大爷应该也是没有机会 直接倒地 人者僵尸出来的瞬间直接倒地没有机会 幽灵boss的话免疫物理伤害 以以往咱们挑战的结果来看 这个幽灵boss咱们最多只能算他打了一个平局 然后出场的就是一滩烂临僵尸 这个应该可以复活三次 咱们继续放其他僵尸 玻璃煤僵尸直接倒地 超CC僵尸直接倒地 法朗僵尸的话应该也是没有机会 然后出场的就是科技聚团的四个小机器人 由于他们防御都不是很高 应该都是没有机会 最后的磁暴旅载车也倒地 然后出场的就是拳击手僵尸 直接倒地没有机会 追途二爷直接倒地 中开二爷的话 哎爆走了 但是比打到屏幕外面去了 都有击退功能的超级美絮藤 中开二爷应该是没有机会 然后咱们继续放僵尸 大篷车僵尸没有机会 这个拳击手僵尸是魔术识变的 也是没有机会 黑暗骑士的话 应该有机会吧黑暗骑士 不过这个击退功能有点太烦了呀 潜行小鬼的话走到跟前是没有问题 但是走到跟前一拳解决他 那也是没有问题呀 变形小鬼一拳直接放倒 然后就是巨人三兄弟 首先巨人僵尸 一轮攻击没有顶住 直接倒地 海妖巨人的话 能够顶住一轮攻击吗 哎呦 也是没有顶住 然后赶赶球巨人僵尸的话 有机会吗 哎爆走了 同时他也是顶住了一轮攻击 哎速度很快 第二轮攻击还是没有顶住 直接倒地了 然后堡垒机器人的话 能否有机 哎呦看到这满身的脸黑 应该也是没有机会了 第二轮攻击直接倒地 这个时候咱们直接挺出咱们最后的江王技甲 目前为止 僵尸家族全体僵尸 没有一位僵尸战胜超级美巨腾 希望江王技甲别要僵尸们失望呀 由于打的时间有点长 咱们稍微加速一点 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超级美巨腾的防御还是很高的 江王技甲的火箭炮也得发射好几次才能消灭一颗超级美巨腾 不过现在江王技甲的满身裂痕已经被打出来了 只要这个时候不来超CC僵尸 咱们的超级美巨腾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哎不过江王召唤的小僵尸有点太多了呀 超级美巨腾有点顶不住了 No 过去多多商场有点可惜了呀 这样的话僵尸家族只有江王技甲挑战成功 这个阶级小伙伴你想到了吗